42 岁男星黄少谷世前 强遍乐团 主唱 过去因为放下一人光环 改开继承车引发热烈讨论 而他与2020年汉天气女孩林采为结婚 本月初迎来二宝 日前也参演八点党爱的荣耀 家庭事业看似正在起飞 没想到28日却五欲锦晒出入院照 宣布重大决定并感慨 我很抱歉 据TVBS报道 黄少谷本月一日洗凌二宝 多多 儿子初是2860公克 母子平安 而庆祝之余 今日稍早他就在脸书上感谢写下 我是个幸运的人 我也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同时也强调 他想当个体贴的人 不给家庭造成负担 黄少谷坦言 在现在这个少子化社会里 如果有能力 他会希望多生一些小孩 但目前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抚养两个孩子 这让他感到非常抱歉 接着他向辛苦生了两胎的老婆感性告白 比起我老婆的辛苦 我的皮肉之苦算什么 并宣布今天结扎了 事实上 现年42岁的黄少谷 先前因为受到疫情冲击收入锐减 他先是到通讯航上班 月领三万 后来又去当计程车运降 他曾透露 大儿子上幼稚园后 一个月学费就要2万元 一学期注册费5万 加上房租及家庭开销月花7万 他坦言 现在没有积蓄 每个月开车的收入 差不多打平 现在二宝又出生了 他会更加努力赚钱养家 还好现在有街拍八点档 趁着休息空档还是会继续开计程车 然后再来尝语